最近火了一句话人在流浪,心在天堂。 这句话用在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比利身上,再合适不过。 在没看到下面这个故事之前,谁会想到,一个为生活所迫,颠沛流离的流浪汉,竟有如此干净的灵魂。 所有的故事,还要从六年前的一次意外说起,比利是美国密苏里州街头的一名流浪汉。 他是被这个城市抛弃的人,每天无所事事,坐在马路边上,看人来人往,没有稳定的收入和工作,居无定所。 能过一天是一天,直到一天下午,比利像往常一样。 坐在街头,一位叫沙拉的姑娘走了过来,他见比利可怜,就把钱包里的所有零钱都拿了出来,放进他的洗讨杯里。 可谁知,因为粗心,他将包包里的订婚戒指也放了进去。 那枚戒指,是他和未婚夫爱情的见证。 重要性可想而知,沙拉回到家才发现戒指不见了。 他想来想去,觉得自己应该是把戒指落在流浪汉那里了。 前几天,他手上起了很多小疙瘩。 戴戒指不舒服就把他摘了。 想到这,他匆忙穿上衣服,跑到流浪汉乞讨的地方。 可找遍了那附近所有的地方。 沙拉也没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 心灰意冷的他,只能走回家。 本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了。 可没想到第二天。 当沙拉再次路过昨天那个地点,竟然看到了比利的身影。 沙拉喜出望外,随即冷静下来。 自己并没有证据证明戒指就落在这里。 如果流浪汉不肯承认,那也没有办法。 就在他陷入沉思时,一个男生打断了他的思绪。 女士,你是在找他吗? 我一直在替你保管住呢。 只见比利拿住那没熟悉的戒指。 望向他。 是的。 比利一直在等他。 从早上开始,就一直在等。 他也不确定,自己能不能等来戒指的主人。 可他想试试。 但其实,比利也经过了一番挣扎。 昨天,他发现自己杯子里多了一枚钻戒。 他拿住这个戒指去珠宝店鉴定。 老板告诉他,这枚戒指价值5000美元,约32MB。 比利承认,自己听到价格那一刻。 心动了。 毕竟,现在这种风采露宿的日子,实在太难熬了。 如果把这个戒指卖了,他能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。 拿住这些钱,就可以度过的一段安稳的生活。 再说,只要自己跑得远远的,戒指的主人就找不到他。 何乐而不为呢? 人为才死。 鸟为食王。 为自己助想。 其实本没有错。 但经过一番挣扎后, 比利还是选择站在善意这边。 他说从小父亲就告诉他。 别人的东西不能拿。 所以即使把戒指卖了。 过上稳定的生活。 他良心上也会过不去。 与其这样。 不如继续过颠沛流离的生活。 当比利把自己这些想法告诉莎拉后。 莎拉惊呆了。 虽然他生活在鹰沟里。 但活得比谁都正直。 他被这个流浪汉的善良感动。 并决定帮他一把。 他和未婚夫为比利建立了募坚网站。 本来只是想给他筹集些生活费。 让他生活好一点。 但没想到。 人们听了比利的故事后。 都被他的正直和善良折服。 越来越多人。 向比利伸出援助之手。 微光不起眼。 但汇聚起来。 却能照亮整片星空。 募捐网站上的数字。 再不停增长。 最终筹集的善款。 足够支撑比利的下半辈子。 事情发展到这里。 似乎已经是最完美的结局。 可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。 发生了比利,并不接受这些善款。 他觉得,自己只不过做了应该做的事情。 没有资格接受这些好意。 但募捐的钱,已经退步回去了。 怎么办呢? 考虑许久。 他决定用这些钱成立一个基金。 让自己的善意,通过另一种方式,继续传递下去。 可故事到这里,并没有结束。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,更让人感动。 因为简钻界的故事,被广为流传。 比利认识了很多朋友。 他喜欢音乐。 有人愿意给他提供一份跟音乐有关的工作。 这样,他不仅能养活自己,每天还能和音乐为伴。 比利还是凭借自己的双手,过上了理想的生活。 但更激动人心的,还是他找到了自己师范多年的家人。 原来,比利在多年前的一场意外中和家人失去联络。 家人都以为他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。 有一天会在电视上看到比利。 他们马上和节目组取得联络。 现在一家人,已经团聚了。 比利说,这才是最好的礼物。 这是一个漂泊在外的流浪汉。 因为一次善意之举,改变自己命令的故事。 或许,当初比利做出归还戒指的决定时, 并没有想那么多。 只是出于本心。 但,生活从来不会亏待善良的人。 就像那句话说的, 你的每一次罪行。 每一次善举。 都映育住你的未来。 在比利身上。 我们看到的是贫穷不会磨灭一个人的高贵品格。 一个人的品格。 和财富无关。 它是一种根植于内心的教养。 但放眼整个故事。 我们似乎发现了善良是一种选择。 更是一种轮回。 因为被比利的善意感动。 沙拉为她建立了木坚网站。 最后比利也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家人。 还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 所以你看。 心存善意。 终得善果。 但行好事。 莫问贤城。 愿你温柔对待这个世界。 也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。